嗯 好巧啊 又看到你们了 我就是你们的小羊哥哥 今天我们来挑战一种可以吃的喜莱姆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拆开来看一看 居然就只有这四样东西 一个盒子 调料包一号 一个小铲子 调料包二号 根据说明了 我们先将这个盒子给它拆开 然后再用地中倒入10毫升的水 倒第一格就差不多了 这个条形盒子也要倒入10毫升的水 接着就将调料包二号 也就是蓝色包装都倒入进去 两个盒子都要倒入 这个盒子也来一点 倒好后用我们的小铲子搅拌均匀 整个就呈现一种乳白色跟牛奶一样 这一个小的也要搅拌均匀 两个都搅拌好了 再把紫色的这包调料全倒进去 倒入这个大的容器中 刚接触到水居然产生一种粉红色的样子 接下来会不会是超级仙气的场面 哇 整个开始变粉红色了 真的太好看了吧 将这份小的准备好的水再倒进去 然后继续搅拌它 搅拌好之后它居然是一种粉红色的史莱姆 它的样子真的好像没有花泥 反正没人让我们吸它的食感怎么样 哦 泡泥 黏住了 可以吃的史莱姆是吗 好好吃啊 像棉花糖一样软软绵绵 更有超浓厚的葡萄味 就跟果冻一样自溜一下 啊 太好吃了 让我们来一个超纯拉丝 然后 吃掉它 既然说是可以吃的史莱姆 我们光吃了才没有完呢 它们没办法拉丝了 不知道小开门还想看小安哥哥吃什么玩什么 请在评论下方留言哦